大厅内,苏天玉见三杰已经跑到了二楼,原本想自己卡在楼梯口拦一下,但抬头一看,大雄已经被六七人围住了,双手举着桌子不停地转圈乱打,处境非常狼狈。 屋内左侧的墙角,苏家的工人乖巧地抱头蹲成一排,完全没有动手帮忙的意思。 苏天玉见状,心知自己要不冲上去的话,大雄只要一倍砍倒,那肯定是非死即残的结果。 苏天玉没在犹豫,脉步直接冲向了大雄侧面的位置,步伐非常快且果断,没有一点躲闪的肢体动作。 转瞬间,苏天玉来到了人群侧面,对面的马仔也注意到了他,其中一人大声喊道救他,救他摘得风歌耳朵。 情急之下,马仔直接把心里话喊了出来,等于承认了自己是长青公司的人,由此可见,双方都存在数量不等的猪队友。 两名男子听到喊声,拿刀转身就看向了苏天玉,随即没有任何犹豫地轮刀就躲。 此刻,被苏淼淼称之为苏家第一种的苏老六,面对两名持刀匪徒,却完全没有惧怕之色,反而动作很灵敏地侧步一躲,横过身子,让开了砍向自己脑袋的一刀。 砰!对方再次抬臂时,苏天玉一技冲拳,非常准地打在了对方猴杰上。 就这一下,拿刀的匪徒当场被打得窝着脖子,后退了三步,弯着腰呼吸急促,疼得眼珠子都要鼓出来了。 另外一名壮汉见苏天玉反应很快,立即举刀向前,卯足了近砍了两刀。 苏天玉用侧步,侧步向后躲闪的方式,就跟士兵在战场拼刺刀一样,连续闪了对方两刀,马仔却因步子迈得太急,并且连续砍空而导致身形不稳。 砰!苏天玉连退两步后抬臂,依旧非常准地抓住对方拿刀手腕,使劲往前一拽,对方身体本能前倾。 砰!砰!苏天玉侧身抬腿,用脚后跟的位置冲着对方的右腿膝关节连踹两下, 每一下都伴随着明显的嘎嘣声。 咕咚!壮汉被踹得裂切,拿刀的胳膊又被苏天玉牵着,整个人瞬间被拽地趴在了地上。 苏天玉扯着对方的胳膊,冲击太阳穴,后脑等要害,用后脚跟连续剁了三角,对方当场被干萌了,刀都掉了。 苏天玉动手时,肢体动作并不算漂亮,但却特点明显,那就是下手快捷准,砖打人体要害,动作非常利索果断。 打完两人,苏天玉再次后退,因为这时屋内有一半的马仔,都拿刀奔着他冲过来了。 人群中央,大雄拿着已经被砸零碎的登记桌,趁着自己这边的压力减小,连续靠体格和蛮力砸跑两人后,立即就冲着楼梯方向跑去。 苏天玉退到灯光昏暗的走廊口,手里已经握着一把对方的刀了。 见对方人多,他脸上却依旧没啥害怕的神色,反而没跑,正面站在了走廊口。 砍他! 对方马仔喊着冲了上来。 领头的花衬衫男子也从地面上爬起,摸着脑袋上的血,咬牙骂到他妈的,一个臭扛包的还敢还手,给我问住那个啥种。 踏踏! 话音刚落,主楼大厅门外突然泛起了急促的脚步声,三四十号人毫无征兆地冲进了屋内。 花衬衫纹声回头,见到这么多人一块冲进来,瞬间有点萌萌的。 人群前侧,苏天玉穿着半袖,胳膊上缠着纱布,猎无表情地喊道拉帘子。 哗啦啦! 最后面的三名苏家子弟,台币直接将主楼正门的卷帘门给拽了下来,并且用铁箫子插好。 关门了,安静,一时间屋内安静得跟各太平间一样,花衬衫等十几名马仔聚在一块,额头冒汗。 带几个工人又能咋低,谁他妈先上来,我先弄死谁。 花衬衫倒也算是个战士,咬牙吼了一声,拿刀就冲向了苏天北。 楼上,一阵脚步声泛起,苏淼淼竖着头发,从二楼食堂内拿出来两把菜刀,风风火火地冲下来喊道还欺负到家门口来了。 二哥,揍他们,全给我干道。 苏天北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,但此刻却第一个冲了上去。 这次来的三四十号人,都不是苏家普通工人,而是核心的亲兄弟,堂兄弟带队,一个姓的人马至少有二十多个。 其余人员也都是在苏家有里有面的工头,属于跟着苏二爷一块创业的元老级员工,这些人聚在一块还是比较抱团的。 苏天北能来得这么快,那是因为苏天狱提前就有安排,所以这三四十号人全都是有准备的杆架,拿的武器也全是平时干活用的。 什么勾垃圾的两米多长大勾子,狭长的三棱脚铁,捆铁制,垃圾的钢链子,以及炸刀等重型凶器,全都一一登场。 花银山一看自己刚才的狠话,没有唬住这三四十号人,心里就知道要玩。 而等苏天北这帮人一块冲上来,他在想讨,已经来不及了。 大脚铁,大钩子高举在半空中,宛若雨点一般,砸向了大厅中央的那十几名马仔,一时间惨嚎声,叫骂声纷纷弥漫开来。 花银山站在人群前侧,立拼了不到三秒后,就被四五个人给干倒,随即再就没站起来,直接被踩得跟个口香糖一样,软啪啪地乱滚。 大约不到两分钟后,屋内传来砸窗户的声音,紧跟着有数名马仔,抱团跑了出去。 苏家的人追了不到一百米,见对方已经分散着跳墙,也就没有再追。 苏天北蹲下身,弯腰好着花银山的头发,空降兵,大圈仔是不。 猛得很,是不。 你要是个战士,咱俩单练。 花银山倒也没服软,趴在地上声音沙哑地回道。 行啊,练他。 苏天北起身,指着花银山吼了一嗓子。 十几个工人抬起脚丫子,开始跟花银山继续淡脸。 苏天玉在二哥进屋后,就没有再动手。 他此刻快步走过来,伸手揽住了二哥的脖子,低声冲他说道,左侧的破仓库,三姐昨天就空出来了。 我知道,外面有人。 苏天北低声回了一句。 二人刚刚说完话,苏家垃圾厂主楼左侧的两间破仓库突然着火了。 着火了,来撒厂子的人给仓库点着了。 外面有苏家的工人高声吼着。 渣南区。 陆峰一边打着麻将,一边接起了电话,什么情况? 风哥,苏家垃圾厂有准备,我们刚进去没多久,对方冲出来五六十号人打我们。 啊,怎么可能有准备? 陆峰瞬间站起身,不可置信地问道,阿明,花银山呢。 我,我不知道啊,我们在屋里和他们砍起来了,打散了,各跑各的了,我也不知道,阿明哥冲没冲出来。 对方回道,陆峰文声一把推开身前的麻将牌,转身就走。 再过十分钟,孔正辉听说苏家货场出事了,立即给苏天南打了电话,警无私的人过去了吗? 对对,你先让受伤的工人别走,我带人马上就到。